BBC就有一個最新消息 原本呢 包含在應該說今天下午之前 大家都還在問拜登說 去波蘭有沒有可能 出訪就是到這個烏克蘭去 保密到家 而且呢都說不會 沒有這個行程 結果呢各位 就在剛剛最新消息 拜登呢 人已經抵達烏克蘭 而且呢 還跟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肩並肩 並且呢在總統府內 等一下我們這個影片到 抵達的時候 我們隨時安給大家看 就是他們兩個呢 在這個總統府裡面 然後就開始在簽文件了 一定是呢拜登 想都不用想了 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且據說今天抵達的時候呢 這個氣氛很奇怪 因為呢一開始 大家先傳出網路消息 就說什麼道路都封鎖啦 然後呢這個 發布空襲警報 而且想了20分鐘 大家就覺得 這個不太尋常吧 什麼樣的情況 必須要發布空襲警報 還有另外亮哥 為什麼他拜登 身為一個美國總統 他要出訪烏克蘭 需要這樣 大家覺得好像有點 偷偷摸摸啊 好說的好聽是驚喜啦 但是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去的啦 因為過去美國的高官 或者他的太太實際上也沒進去 他是從邊境就走進去又走出來 他如果到達基輔 那通常是要坐火車去 那坐火車 老人家要坐那麼久 好辛苦啊 拜登 那他如果是坐飛機進去 那一定有護航的飛機 那這個就相當嚴重 因為俄羅斯一定會知道 對 所以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俄羅斯不按牌理出牌啊 因為現在在交戰狀態啊 對 對不對 我管你是誰 偷摸不長眼睛 我就說我誤解了 我不知道是拜登 誤解 所以聽說基輔的空中警報 響了二十分鐘 對 所以蠻離奇的吧 我就是不知道俄羅斯 會做什麼動作啦 比如說 即使他沒有去炸 拜登的機隊或火車隊 也可能在基輔製造一些事件啊 比如說我不高興啊 所以我就在基輔 基輔轟炸啊 那飛彈不長眼睛嘛 你怎麼知道他會炸上基輔的哪裡 因為事實上 我上次就看到一個短片 就是基輔的一個地鐵站被炸到 是 那所以你不知道嘛 他就是要製造基輔人心的恐慌嘛 給基輔壓力 對對對 就是說你再不叫澤仁斯一來談判啊 那你就要活在恐懼之中啊 之類的啊 那如果拜登去 拜登顯然就是要幫澤仁斯一打氣的嘛 對 那甚至也傳出來了 所以又多給了五億美元啊 這五億對美國來說 小數字吧 我覺得拜登好小氣喔 怎麼只帶五億來了 所以這個一週年 我以為他一出手就是二三十億啊 對不對 這個五億實在太少了 這當然我們體諒他的財政狀況不好啦 感覺意識一下而已 對因為最近共和黨眾議院也在那邊跟他吵嘛 對 說你那債務上限都快到了 你是不是砍一砍你的行政財糧的預算啊 所以我猜是這個壓力他不敢給太多啦 不然說你財糧預算這麼多喔 所以只給個五億啦 不過就是他就是我覺得烏克蘭也很怕啦 就是怕俄羅斯不安排領書牌給你炸周邊的 然後造成一些死傷啊 那對拜登也很沒有面子 因為之前不是一直有傳出說 三月喔就是說春天來的時候 俄羅斯要來一波大的攻擊 對一般人預期就是二二四之後 一般啦 因為歐盟已經已經喊了 說二月二十四號這個滿一週年 當天他要發動第十波的制裁 那習近平王毅幫他宣布了 說二月二十四號習近平要對 中國對俄物戰爭的看法做一個說明 是有一個演講對不對 所以坦白講那個基調都出來了 結果沒想到美國的基調 我覺得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完全都講對了 嗯他講了一句話嘛 說有人不希望停止戰爭 對拜登如果在這個時候去了基輔 那當然就是支持他繼續打下去 而且哲倫斯基才講完 他說沒有必要跟俄羅斯談 所以很顯然 烏克蘭的態度沒有要談 他說他的目標只有一個 勝利勝利 到現在還是勝利勝利 那全世界都知道烏克蘭 這個要勝利的機率 大概不是百分之一啊 那可是我拜登就是佔你的胎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聽到一些訊息了 就是說 德國不是說要提供他那個爆熱坦克 對戰車 目前募集到 本來說有81輛 可是目前募集的狀況並不好 就表示歐洲有一些立場在動搖啦 就是說你這個戰爭是不是不要再打了 對 所以這算不算是歐洲 對也開始有一些疑美論 美國你指的這個 你帶的這個風向到底對不對啊 一直軍援大量的火炮過去就可以中戰 結果看來一年之後沒有耶 歐洲就是碰到北約老大哥站在前面的時候 就不敢講話啦 然後美國去忙了 比如說拜登現在去基輔嘛 那歐洲的領導人沒有跟著去啊對不對 那就在背後偷偷 偷偷這個作弊啦 就表示他們心裡實際上是不是很願意 可是面對北約 美國主導下的那個壓力 他又不敢抗拒 比如說最明顯就德國嘛 對 事實上蕭之本來就是不要提供坦克啊 結果布林肯就跟拜登講說你去跟德國講啦 說我們美國提供M1 你給我提供報二 那結果那個德國就不敢不敢說NO啊 那結果事實上美國就很賊啊 美國的M1要真的提供 大概要半年以後 他還不是還要從各個地方掉掉掉 然後才能送過去 因為他不是掉 他要跟供應商訂新品 還要再訂啊 現在才下訂 美軍說我現貨不給 庫存也不給 瞭解 你要新訂貨 那新訂貨至少也要做個三個月以上 然後因為M1操作你也要學啊 那一般估計學也要三個月啊 所以等於是半年嘛 半年嘛搞不好戰都打完了 那美國就說你報二先給啦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是做這樣的決策嘛 就是你德國不給嗎 我美國給你不跟嗎 那我覺得目前給人家感覺就是歐洲的國家 不敢跟美國說NO就是這樣 是那你覺得這個拜登突襲式的出訪 這個烏克蘭 你覺得俄方知情嗎 中方知情嗎 我認為中方應該知情啊 所以中方王毅才會講得那麼白嘛 事實上我跟你講王毅在慕尼黑的 安全會議的演說有幾個地方講得極白耶 針對俄烏戰爭啦 他講得非常白啊 他說有人就是不希望停打 他講的當然就是美國嘛 大家都知道 然後後面講了 你聽起來會毛骨爽安的話啊 他說核戰爭沒有贏家也打不得 那後面加了一句話 他說不要把民用核電廠當作目標 為什麼講這話 民用核電廠 現在歐洲最大的核電廠就在札波羅日 對就是俄羅斯佔領地區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有人要用恐攻嘛 因為你去你怎麼可能去打核電廠啊 那就是擔心有恐怖攻擊嘛 就跟上次那個克里米亞大橋被炸一樣 對 那他後面又講一句話 不要用生化武器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我覺得他絕對不是亂講 一定是有情資顯示 有人在用生化武器 有人要搞恐攻嘛 是 所以你去想一講 他話都講到這裡了 那坦白說了 那美國 布林肯也是啊 他沒有任何情資啊 沒有任何證據啊 他就直接講說 情資顯示 中國即將提供俄羅斯致命武器 對 對不對 布林肯就這樣講 王毅就很生氣啊 所以你拿證據出來啊 請問我要提供什麼武器 他講不出來啊 他說任何武器都算了 所以美國坦白說啦 美國 因為目前現在看起來 雙方都在擺陣嘛 那傳出伊朗要去俄羅斯 設無人機的工廠 要做六千架 那也傳出北韓 就朝鮮嘛 要提供傳統的炮彈給俄羅斯 那你也看到這個烏克蘭這邊 美國不斷給錢嘛 說要給射程有150公里的飛彈 那也要提供他坦克 那飛機的部分 目前說NO啦 飛機的部分 可是如果真的提供他150公里的飛彈 那請問他會不會打克里米亞 那我們知道烏克蘭的邊境啊 敦巴斯那邊距離俄羅斯莫斯科最近 大概要600公里 可是現在大家就在擔心啊 說烏克蘭會不會潛伏進去啦 因為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長得蠻像的 對 上次克里米亞大橋被炸也懷疑有內外的勾結啊 對不對 所以烏克蘭會不會挺而走險 派一支突擊隊啦 潛入俄羅斯境內 然後去轟一轟莫斯科啦 你知道我意思啊 就是 因為當年美國剛剛被打珍珠港 我記得嘛 美國那個時候對日本也沒辦法 可是他的航艦就開到日本海的附近嘛 那不是派了飛機去炸東京嗎 對 然後再開到浙江省嘛 你記不記得那個 那個電影有演出來嗎 那很多人在浙江省都被抓啊 都被槍斃 那有一些就是中國 當地的中國民眾保護了他們 就說 美國那個時候為什麼要急著做這個事 他就是讓日本東京得到教訓 說你怎麼可以去偷襲珍珠港 那這個有點類似 就是烏克蘭被逼急了啊 他就說 你讓我基輔活在恐慌之中 我也要讓你俄羅斯的 首都的老百姓活在恐慌之中 就類似這種 那這種就 會傳出恐攻嘛 就說克里米亞大橋會被炸 你不要以為核電廠不會被炸 那這個就 我坦白講這個就是已經沒有上線了 嗯 所以現在這個俄烏戰爭的情勢 已經超乎原本大家所預期的 這已經不再只是國與國之間了 這牽涉到很多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第一張電視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呢 為什麼拜登突然間出現在烏克蘭 在今天之前呢 完全從影片曝光之前 完全沒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呢原本他說的是什麼 他是20號今天照理來說 他人應該在波蘭 但沒有喔 他突襲式跑到烏克蘭去了 好 這個一個大驚喜 跟白宮都已經串通好了 從上個禮拜就開始說了 好 很明顯的想要先發誌人 先把這個話語權 版面全部拿下來 今天絕對 從CNN剛才呢 這個頭條報導 路透 美聯社全部都是拜登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些北約國家 我們說在現在有很多疑美論 而且呢全世界經濟都不好 過的情況之下 大家能給的都給了 連戰車不想給的 德國也給了 那麼接下來呢 這算不算 北約再偷偷東擴呢 兩個波蘭呢 現在呢他們的總理 開始說拜登來要討論 我們要跟他談 美國在波蘭駐軍 希望增加 再來呢駐軍時間延長 目前呢波蘭的美軍輪調人員 大概是1.1萬人 那如果美國再派人來 你如果論美國 在波羅的海三小國 在波蘭啊 甚至在羅馬尼亞 或者是 就是俄羅斯邊境的國家 那個步軍都增加 這是事實 他就趁機會擴軍嘛 做了更多的部署嘛 那波蘭非常樂見 波蘭還弄了一個很大的土地啊 說希望美國來蓋空軍基地 然後他地都已經化好了 他都化出來了 而且波蘭要擴軍 他要擴到到五十萬人 我坦白說啦 波蘭也很樂意介入烏克蘭戰爭 因為歷史上 烏克蘭烏西有部分土地是波蘭的 你不要忘了 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夠介入 那看有沒有機會 跟烏克蘭共管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有野心想消滅俄羅斯 但是其實波蘭是他想要的地方 當然啊 因為烏西很多土地都是他的嘛 那個Levolve 就是邊境的那個很有名很漂亮的城市 那以前就是波蘭的城市嘛 所以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他再怎麼樣也不可能 把軍隊佈到烏克蘭境內 可是現在就是說你剛剛講到坦克嘛 對不對 那這個這個不是說叫北約東擴啦 東擴是指到波蘭到波羅的爾三小國 這個叫做北約是不是參戰 對 這個就有灰色地帶 算不算 就是說算不算參戰 那坦白講俄羅斯 我認為他現在也在評估要畫紅線 就說你自己看著辦 所以才會有各種謠言嘛 坦白講俄烏戰爭現在充滿各種謠言 就說俄羅斯就說你給我運進來看看 對 因為坦克總是要運進去吧 你運進來我就把你炸掉 所以就有人認為說搞不好烏西會發生戰爭 為了要阻止他把這些重裝備給運進來 因為你再怎麼樣坦克你都不能說是防禦武器啦 坦克一定是攻擊武器 那當你提供攻擊武器的時候 你是不是參戰 可是俄羅斯也不能夠說你參戰喔 我跟你講俄羅斯的軍規啊 是規定只要有參戰 然後進入俄羅斯認定的領土 比如說那四個州 對他就可以用核武 他內部的軍規是這樣 俄羅斯的銅線已經很清楚了 不是你不要給我進來那四個州 但美國也沒在怕他一直在踩灰色的地方 對嘛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很可怕 這是Chicken Game 你知道吧 要看誰是弱雞 Who's Chicken 但現在呢我們看到了在俄羅斯戰之這邊 美國還是想要把主導權握在手裡 但是呢我們來看東北亞 你知道現在北韓也來硬的 你聯合軍演對不對 那我就來再加碼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喔 金與正也嗆聲喔 金與正是金正恩的妹妹 他說呢 我們會不會把太平洋當作北韓的靶場 這個使用的頻率 取決於美軍行動的性質 首先呢是北韓在18號的時候呢 朝日本海先射了一枚火星15的洲際彈道飛彈 而且呢北韓直接挑明的說 我們不是瞄準首爾 那是瞄準哪裡呢 北韓一個全天下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假想敵就是美國 因此呢引發了各界的大法 然後呢回應北韓的挑釁 韓國跟美國呢就在朝鮮半島 實施了一個聯合空中演習 韓國出動了F-35A F-15K戰機 美國呢出動了F-16戰機 還有最新的這個轟炸機 封號B-1B的槍技兵 然後呢十多架戰機來參演 但是呢北韓現在以前 美韓聯合軍演的時候 他們都會比較低調 但是呢現在只要美韓聯合軍演 北韓就來更硬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來評論 北韓用發射飛彈挑釁 季十八號發射火星十五型 洲際彈道飛彈後 才過兩天北韓再發射兩枚短程彈道飛彈 當地時間二十號早上七點到七點十一分之內 連射兩枚 北韓官媒更破例在發射後 一個多小時就公開宣布 動用口徑六百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 發射兩枚火箭彈 超大型火箭炮搭載制導功能 飛行軌跡和彈道導彈相似 因此屬於短程彈道導彈 只要用一門火箭炮發射四枚炮彈 就能將敵人的軍用機場移為平地 而這也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三度挑釁 金正恩妹妹金宇正更再度開箱 才剛嗆完南韓式傻瓜 北韓現在又射飛彈回進美韓聯合軍演 美韓十九號才剛舉行聯合空中軍演 美國兩架B1B戰略轟炸機打頭陣 旁邊還有美軍F16戰鬥機 和南韓空軍F35A隱形戰鬥機 緊跟在旁列隊伴飛 同一天美國也和日本進行聯合空中演習 美軍出動兩架B1B和四架F16 日本航空自衛隊出動三架F15嚇阻北韓 另一方面金正恩日前代女兒金珠愛 達德國賓士豪車麥巴赫出席活動 後方保鏢的車子則是日系三菱汽車 顯然無視聯合國制裁 照樣奢華度日 記者綜合報導